正正鼓声响彻关西小镇 不论是边唱边跳的客家大头公仔 还是动作整齐话译的客家仪队 都让观众不停拍手叫好 居民全体动员欢庆关西艺术节 来带动全关西镇所有动起来 希望全省各单位的人都来共襄盛级 扛花轿敲锣骨没人口念吉祥话 除了有丰富的嫁妆还有报喜讯的带路机 重现客家传统礼俗 带路机的意思就是说带着两只机 然后到了新郎新娘的洞房把机放出去 是熊鸡先走还是母鸡先走 就知道这个新娘可能会先生男的或者先生你的 重现古礼之外关西街上处处古色古香 社区妈妈教室配合艺术节 搬出祖传采茶农具 让外地人更加了解客家文化 居民使用客家花布剪裁成日式和服 学生穿花布缩牛车弹奏乌克莉莉 巧妙结合不同元素为客家文化注入新活力 地方透过艺术节融合客家文化与在地特色 吸引游客认识关西小镇之美 记者肖玉荣 刘云仙 陈寅君 新竹采访报道